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 S12的典长装备的部分吧 那典长装备我已经换一件了 那没关系我们现在用讲的跟大家说 我目前换过的装备呢 就是我们的四阳方尊 那不得不说啦 四阳方尊是给杂队玩的 所以上一集当中我有说到 我开荒队伍是玩四个不同国家 原因就是因为我想搭配四阳方尊来玩玩看 那四阳方尊认真来说 他在陆服的效果跟兑换都比较便宜一点 在台服他要五个国家 位属武汉群各两只成将才能兑换 但在陆服在台服是这样子 国际服是这样子 在陆服只要各一只就可以 等于你要花多一倍的资源 来换到这个四阳方尊的效果 四阳方尊的装备 那在效果上也不太一样 像 这个效果是四肢四利不同 这个都一样 武力最高 我们现在国际服的是普攻 有28.3% 30%的机会 追加一次普通伤害 但在陆服呢 是武力最高的部队存在连击可能时 会使其所有连击几率加25% 有人会说 冷月 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是一样都是多打一下普攻吗 认真来说 增加连击几率跟有几率追加一次普攻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追加普攻伤害是额外多打一次普攻 等于是追加一次普攻的伤害 是做一个值的增加 连击率则是你每下普攻 都有额外的机会再多打出一次普攻 讲白了 一个是 纯粹的普攻 一个是追加普攻的伤害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内容 那我目前还没做正式的实测 看究竟这个追加普攻伤害 会不会触发所谓的 另类的普攻效果 例如什么 普攻几次会有什么样额外争议的 那些效果在 这部分还要值得实测 但是目前从叙述来看 我自己是觉得陆服的增加连击几率 会比较好一点 会比追加普攻伤害来的好一点 应该这样讲 那再来 智力最高的部队 在台服是免疫 在国际服是免疫50%控制几率 在陆服的话 是使智力最高的部队 兵力撤区加27% 什么意思 吸血 智力的吸血 这就差很多了 一个是免控 那智力将呢 智力最高的将有两种 一种要马奶 奶 奶妈 如果是奶妈的话 免控会比较好 例如大乔战前排 那免控就显得很重要 另外一种智力最高的英雄 都是输出 那输出的话 相对来说 你用一个 兵力测区的部分 可能会来的更好一点 那有些人说 我输出 智力输出 他们对面的控制流打爆 所以我来个免控会不会好一点 对 但是控制流 并不是人人都有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让我选兵力 吸血跟免控的话 我自己会更倾向于用 吸血的部分 然后再来 统育最高的部队伤害减免加25% 那 在陆服的叙述是 先攻最高的部队伤害额外加成25% 这就有差啰 那陆服的叙述是 开场时若我方四名武将阵营不相同 为随机一支部队施加援护状态 有50%几率为其承担伤害持续21秒 然后后续才是我们讲的武力智力跟先攻 那在台服的话 在国际服的话 是 势力互不相同 武力最高的部队 然后智力最高的部队 跟统帅最高的部队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 那其实陆服的叙述我自己觉得怪怪的啦 因为他开场直接说 为随机一支 有方部队施加援护状态 援护是什么 援护就可以从我们的 吴国陈朴看到 在这里 来为兵力最低的友方部队施加援护状态 并有25%的机率为其承担伤害 那么援护有没有所谓的效果可以看一下呢 援护 为友方目标承担伤害 那陆服的这个意识代表说 随机为一个队友 有方部队施加援护状态 等于你是有可能施加到攻击手 还是说单纯就施加在坦克上 这个我就觉得很疑惑了 因为我自己没有体验过陆服的生态 所以这边我不太确定 但两相比较起来 从造架再到效果来看 我自己是觉得陆服的饰养会比较好一点 毕竟你先攻最高还有额外的增伤 那你如果稍微控一下那个先攻的数值 那变成说你可以让你的武力组C 有拿到额外的连击跟额外的攻击加成 那先攻最高通常都是给步兵啦 没意外应该都是给步兵了 像你玩汉马连击玩桃园 可能这个效果 玩汉马连击为主的核心 或者玩一些步兵作为主力输出的核心队 核心杂队 那这个可能就有一定的效果在了 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天地三财 天地三财呢在陆服只需要三个橙色各一就好 那台服要各三 效果方面我们来对比一下 陆服是一样要包含枪弓 枪骑弓这三个部队 然后使骑兵部队的暴击区率增加没有变 一样 差别在于陆服是30%暴击率 台服只有20 国际服只有20% 然后工兵部队受到骑兵部队的减伤 陆服写了个400% 那我觉得应该是打错多一个零 应该是40% 那台服这边的话是对枪兵部队增伤10% 跟来自骑兵部队减伤40% 如果啦 如果陆服的那个什么 工兵对骑兵部队减伤400%是真的 那这件装备真的很强 骑兵等于撞不动工兵了 但是应该没有到这么扯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 然后枪兵的部队部分 陆服是反刃加25% 台服只有15% 那多了10%的成疗 对比起来 当然啦 一样是陆服完胜 一定有人问说为什么 陆服造架是三只成将 台服要9只 这装备的那个 CP值瞬间就不一样了 再来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是要玩马超 我个人觉得一个蛮重要的专武 那你如果是玩连级队的话 这个非常重要 和马连级队那些内容的 这一件就非常重要 因为他有机会额外 让普攻在发动连级 持续30秒 而且是随机三只部队 效果还算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如果你是有玩连级队 相关的队伍 那我觉得这一件 就可以考虑换一下 没有关系的 金蝉脱壳 战斗中自身兵力首次低于50%时 使自身陷入确战与失射状态 我们现在看无中生有陆服要什么好了 无中生有这一块 台服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陆服的话是需要赵云一只 孙权一只 孙上香一只 然后发动连级部分都一样 都是30秒30% 这边就没什么变了 只是需求不同 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 各有千秋 真的各有千秋 因为台服虽然 国际服虽然少一只成将 但他需要S2才出的马超 那陆服虽然多一只成将 但是 赵云 累除就有了 孙妹开局就送 顶多就是一只孙权比较难搞而已 那对比马超跟孙权来看 我觉得马超应该更难抽一点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陆服的需求会比较低一点 这个样子 在金蟬脱壳 在陆服是需要群子 群国的指将武之 跟汉国的指将武之 而在 国际服呢 则变成所谓的孙间一只 五只化熊 那效果是兵力首次低于50%时 自身陷入确战与失策状态 免疫武力伤害 并且每秒回复一定的兵力 讲白了 就把你自己废掉了 把你自己变成不能攻击 变成一面铁墙 然后你开始慢慢的回血 那那真的来说啦 它的回血不低 所以说如果你是做一个嘲讽坦 用这一件装备 其实还是可以用的 不会到太差的 但整个需求性来说 我自己是觉得 没有那么高 因为实用度略低 你把坦克变成不会动的一面铁墙 相对来说 效果就是差了一点 最后一个戒刀杀人 在陆服戒刀杀人只需要 未属无三国子匠各五只 总计15只子匠 就可以换到了 在国际服 则需要25只 五个国家的子匠都需要 也变贵了很多 效果方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满级效果 有80%几率 使一只部队陷入混乱状态 并使其队友方部队造成的伤害 减20% 对敌方部队造成伤害 加20% 持续7.5秒 陆服是 有70%几率 使一只敌方部队陷入内控 持续7.5秒 在装备效果部分 台服略胜一筹 但在造价方面 国际服总结还是贵了一点点 那总体来说啦 这件装备我觉得实用度 也略低 不算到太高 所以要不要换 我觉得就看个人吧 以目前台服看到的典长来说 我觉得 无中生有 天地三财跟 四阳方尊三件都还蛮重要的 真的都还蛮重要的 那其中我觉得第一个要换的 如果你想玩杂射队的话 那四阳方尊还是可以考虑换一下 虽然他非常的贵 那如果你没有考虑玩杂射队 四阳方尊我觉得先放着也无仿 毕竟一次要吃掉十只金将 真的很坑 那天地三财 认真来说 天地三财是玩三兵总队伍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件装备 那需要枪三只 攻三只 骑三只 认真来说 造价不菲 那强度上也是不错的 所以这两件 四阳跟三财 我觉得是首要可能要换的一个装备 但是就看你需要哪一个 如果不需要的话 先放着吧 因为他的造价真的是让人下不了手啊 那再来无中生友 这个需求度比较低 因为不是每个队伍都会玩连击队 但如果你要玩连击队 那这件装备 能换就把它换下来吧 那抽到马超 不得不说啊 属马超 还算是蛮强的核心脚 玩士奇 玩属国队 玩无虎暴击 或者是玩一些 拼普攻的 拼连击的 其实都可以入队 所以说整个强度来说 属马超还算不错的 那要不要牺牲掉那只角色 来换无中生友 我觉得就看你自己的取舍 如果你是玩纯翰连击 那马超可能就换掉 如果不是 可能就要犹豫一下说 需不需要换这件装备了 好那是我们台服典藏的一些内容 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当然啦 陆服还有出什么 骑兵必备追行证 或者说什么远交进攻啦 趁火打劫啦 宴行证啦 勾行证啦 那些 但现在台服 国际服都还没有出 所以我们就可以再稍稍的等待一下了吧 那最后这边 顺便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的抽卡情况 风起云勇 我抽了大概120抽 出了一只陈谱 一只许楚 一只群董 一只卢子 还有一只貂蝉 总计五只角色 至少啦 还有抽到一只S2的 还算不错 那120抽是保底四只 等于我只额外多出了一只 证明 这一池还真的有点飞 有点垃圾池的概念 所以认真来说啦 我是不建议你去应用这一池去拼一个 你想要的角色 真的太浪费了 好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人类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 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